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投顾萧春莹老师 今天是6月12号礼拜一 台北股市呢 今天的走势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那到底未来的一个状况 该怎么去做研判 那操作策略该怎么去做 待会我们一来去做详细解说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指数呢 今天就直接先跳空开低 那最低是跌84点 目前指数是跌了54点左右 不过我们从今天整个开低的一个过程 里面会发现到 今天买卖的加速 这地方卖一样 卖的股票 比涨的加速将近快一倍以上 那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说过 以台北股市的走势来看 上礼拜说买力耗尽 它尽微深 你要在本周开始 你要预防什么 会有那种法夹弯的一个讯号出现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经会出现一个跳空下跌的状况呢 不然大家都知道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呢 美国的高科技股出现一个很明显 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 崩跌的一个状况发生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来仔细看 因为从美国股市的角度里面来看 NASDA指数呢 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一根藏黑下来 那这根藏黑下来呢 已经将近吃掉这半个月 以来的一个低点区 那虽然打到月线 虽然有留点下影线 但是呢 要注意看 都是呈现一个高档 甚至于呢 费身半导体呢 也是出现一个大跌了48点的一个情况发生 好 那为什么美股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美国股市 这地方啊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什么利空 也没有什么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都没有 但是呢 最主要是因为这波整个川普 在去年11月当选以来 各位你会发现到 美国股市一直涨 一直创新高 真的已经是涨到一个 属于买力耗尽的一个情况 而且以美国股市本身的一个结构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礼拜五在下跌的时候呢 几乎都是在这波 属于重量级的股票 什么叫做重量级的股票 我们直接来看 目前如果说 我们从美国股市的角度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美股会出现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 最主要呢 是因为 Apple FB 还有呢 Google 这些股票呢 都是出现大跌 我们就先从Apple的股价来看 Apple的股价呢 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是大跌了3%多 目前本身Apple的一个股价 它本身的一个走势呢 是已经跌破了月线 也就是说 苹果的股价一跌下来的时候呢 这地方已经造成 这一个半月以来买进的 全部都是套牢的 当苹果的股价出现这样一个跌势 你认为 台北股市 苹盖的相关个股 它会很强吗 不可能吗 因为你台北股市 在这地方都是跟着国际股市在走 所以呢 当苹盖的一个Apple的股价 出现一个大跌下来之后 已经套牢一个月的一个头部 那你再仔细来看 除了Apple之外呢 像是FB 这档个股呢 它也是跌了3%多 礼拜五一跌下来的时候呢 也都是跌破月线 有没有 也是跌破月线 这地方也制造成半个月的踏牢筹码区 除此之外呢 像是Google的一个走势呢 它也是一样 打到月线之后呢 也造成将近快一个月的一个踏牢区 所以呢 这三档股票呢 在整个美国股市里面 都跌破月线 而且都是用大跌的方式 这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什么 获利上面的一个卖压 所以呢 你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台北股市呢 目前是靠鸿海台积电跟大力光 去做撑盘的 可是呢 你从鸿海的 你从先从台积电的股价来看 台积电间一跌下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间点呢 它已经来到月线支撑 可是呢 跟苹果相关的一个 比较属于那种 比较密集的一个指标股呢 它在鸿海 鸿海的股价呢 今天也是跌破了一个月线的一个观看 刚刚我们说嘛 苹果都破月线了 所以呢 鸿海的股价也破月线 那整个大力光的走势呢 这地方不止月线破 反而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已经面临到一些 季线的一个 关卡的一个重要区 所以这几档个股 如果说都出现了一个 破月线的一个情况的话 各位 你说台北股市这地方啊 指数要有撑 这样今天指数啊 跌小跌个50点左右 可是这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靠金融股在做撑牌 那可是呢 你就从金融股个股来看 比方说2881的富邦金 这波整个富邦金的走势啊 早在之前呢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头部区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 空方趋势下来之后 它属于跌升反弹 像2882的 国泰金走势也是一样 到现在为止呢 整个趋势头部的形态 它都已经浮现 所以当这一类型的个股都有出现 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你光靠金融股的一个撑牌 那个效益 它并不大 因为那种是属于那种 跌升反弹 空方的趋势 而且呢 当整个金融股在做撑牌的时候 反而这又会造成什么 市场的资金呢 集中到金融股去做撑牌 可是你反而你电子类股 会在这个时间里 它没有资金 所以拉金融出电子的一个情况 它还会再去做一个延续 而且我认为台北股市这个地方 还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 到底为外资在这个时间里的资金 它会不会有撤出的风险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外资的资金 会不会有撤出的风险 各位仔细看 这地方要从汇率的角度里面来看 我们从新来币汇率的角度 你会发现到 今天的汇率呢 是出现一个贬值的一个情况 新来币汇率在这里 今天新来币汇率贬值 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将近这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新来币汇率呢 在29.9 到前高就前低的位置呢 在30块2 如果说在这个新来币的汇率 在这个时间点啊 他出现了一个贬值 而且扁破30块2的话 你要预防 这外资一定会跑 为什么 因为外资在这地方啊 他是赚股价 他也是赚汇差 那你新来币汇率在升值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没有汇率的损失 但是你新来币汇率 如果说在这地方出现贬值的话 反而新来币汇率一贬值 会造成外资有汇损的压力 所以反而这地方 当国际股市不稳定的时候 外资原本他的多空 都是跟着国际股市在操作的 当你汇率又出现贬值的时候 反而后面的外资的卖压 他会更重 所以这要特别留意 而且这礼拜啊 FDD如果说真的是出现升值的话 我认为美元走强的一个趋势呢 会开始慢慢浮现 为什么 因为当国际股市走弱的时候 市场上他的资金 就会以美元来去做一个保值的一个商品 所以当美元去做出一个保值的商品的时候呢 反而新来币汇率 尤其亚洲汇率 这地方走强的趋势呢 就不会太强 因为你从韩环的走势也是一样 今天韩国股市的一个汇率啊 韩环的汇率呢 贬值的幅度比新台币还要来得多 所以呢 这也造成说啊 目前呢 台北股市虽然有撑 可是呢 以南韩股市来看 目前南韩股市呢 跌了0.89% 跌了将近呢 快1%了 如果说南韩股市在这波的走势呢 他的走势是持续偏弱的话 台北股市这地方你靠金融股去撑 目前只有跌0.5% 我可以跟大家说 后面还是会补跌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现象 那当然个股的一个操作里面 我们在上礼拜就跟他说了 一些比较高档做头的股票 你要开始什么 要赶快先去卖 如果说你愿意去反向操作的话 反而这地方你去做放空 反而在这地方你可以赚得到钱 你从目前整个盘面里面来看 有些那种区间做头的个股啊 他的卖压会更重 而且呢 要预防什么 后面会不会有融融之断头的压力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比方说3673的TPK TPK这类型的个股 到现在为止 你都会发现到 他整个头肩顶形态完成之后 目前正好在颈线的位置区 但是如果说你当你整个台北股市 美股继续跌 然后呢 韩国股市又跌得比台北股市重 台北股市后面还要再继续跌的话 那像这一类型的个股 在这个地方 他不可能止住哦 各位 他不可能止住哦 反而要预防什么 这让一破颈线 会不会有一个 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的趋势 像这一类型做头的个股 比方说 3406的玉金光也是一样 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在300四放空 空完300回补 拉高来到右肩的位置区的时候 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 空方空点的一个位置区 目前这种盘头趋势的股票 其实蛮多的 比方说 6488的环球金 到目前为止呢 股价其实持续下跌 今天已经开始跌破了月线 有没有 是不是一个区间盘头的状况 比方说3105的文帽 这波拉高之后呢 要预防什么高档反转的一个讯号 目前股价跌了6块钱左右 比方说像2439的美绿 同样的这类型的个股呢 在这个时间点呢 他也已经开始慢慢 有盘头的一个趋势 因为如果说你从3532的台胜科来看 这类型的个股呢 这地方已经开始持续在创波段低点 所以呢 当这类型的个股创低点的时候 像6488的环球金 这类型的个股就要预防 会不会受到他的一个拖累 反而像目前这种排面这样型 这类型的一些个股里面 比方说像GIS 这类型的个股也是一样 盘头之后呢 股价已经开始出现下跌 所以呢 这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套牢头部 所以呢 反而像这类型的个股呢 这地方你一定要卖 你一定要卖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 你对你手上的个股 不是那么的了解 到底我的股票 到底有没有这个风险 好那各位 今天我们要送给各位一份资料 因为这份资料 我觉得它很重要 我们要预防持股 会不会有一些断头的一些卖压 会不会有一些融资追缴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这份资料 我针对持股的一个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来送给各位 这份资料呢 叫做什么 要预防后面会有多杀多 融资断头风险的股票 那如果说你不了解 你手上的个股状况如何的话 跟筹码面如何 那欢迎各位 打电话进来 索取这份资料 好所以呢 祝大家在这个地方 要稍微留意一下风险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债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